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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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老師一天到晚講 哎呀老獎好偉大 民主的救星多了不起 那歐先生大概聽了不爽就講說 你天天講老講那麼偉大 怎麼整個大陸丟掉 就這樣 他就報告 就叫做思想不正 知道嗎 當初我們這幾個人 平常就比較感情比較好 比較談得來 所以經常寇余的時間 什麼都我們都在一起聊天 所以他們就認為是一個叛亂組織 英國四五十年代 在動員勘論時期臨時條款 與戒嚴令的行使下 台灣人的言論自由受緊固 許多人更無端受到波及 而當時的綠島 正是一個監禁政治犯的小島 可以徹底的律師隔絕 我是因為參加樂隊 所以比較好 為什麼比較好呢 因為沒有參加的人 要種菜 要爬山 要去活動茅草 很多工作做不完就是這樣 2013年5月 時隔半世紀 那群虔誠四年 又滿腹理想的知識分子 已是白髮蒼蒼蒼的老人家 他們拖著滿山的步伐 再度乘船踏上旅道 但這次他們不是來受刑 而是與年輕人一同進行一場 人權紀念的藝術旅程 當年政治授練者從基隆登船 經過漫長的航行 來到六島中寮廷國 這段從中寮沙灘到新生順島處的路途 今天讓年輕學子從怕漲廢足跡 除了體驗也要學著珍惜現在 就是手和腳都有舒服啊 走路都不方便 而且重不方便這樣的距離 對他們來說應該算是很遠的 這些被送綠島的政治犯都被稱之為新生 意味來到綠島就要忘掉過去 思想改正 影響新的人生 如今的長輩們不再是新生 而是寵生 其聚在綠島人權園區 動手走風車 也寫下心中的吶喊 作為人權風車的一個輪轉 很重要就是把人權的種子 透過綠島的風 然後散播到我們台灣每一處的角落 我們透過風車的意向 把這個長輩帶著小朋友 這樣參與過程的這樣的一個風車的製作 讓小孩子心中有一個非常深刻的一個感動 民國76年解除戒嚴令後 台灣的民主政治與人權自由便快速發展 綠島成立人權紀念公園 成為後人緬懷的地方 並與過往的新生宣導處 裝進寧區與趕順監獄 一同轉型為綠島人權文化園區 並且展示多幅受難者的奏品 重現歷史現場 歷史記憶從一個虛無的一個想像 如何具象化讓年輕人能夠看得到 我想模型跟展示是一個必要的手法 那這些模型跟展示又透過受難者的口述 讓這些變成真實 綠島人權藝術級的壓軸 由受难者欧阳建华与张长梅女士的子女 欧阳慧真与欧阳慧刚一同编排演出 用舞蹈与音乐的渗染 净化受伤的心灵 也唤醒人心中激昂的灵魂 用我们家族的故事来作为一个表演的一个轴线 那他只是在陈述数万个家庭里面的 一个小家庭里面的他的奋斗的故事 那用这个轴线我们来企图还原当时的历史的真相 还原历史的真相 还给受难者及家属一个公道 专心正义不是无谓的抗争 而是历史的必然性 更是米平伤痕的最佳良药 竟然还要不准备 还要不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